另外提前迎接5月份 亚太义传统月 台美公民协会最近更宣布 即日起开放社区奖学金申请 鼓励更多亚裔青少年 不只是追求高等教育 也要参加义工活动 为社会带来更多的贡献 在传统州里面举办这个 是要宣扬台美人传统州里面 鼓励义工精神的那个宗旨 所以在5月我们也会 邀请他们来参加 来参加我们的活动 来认识花文化 他们小小的一个举动 一个帮助 可以让很多无家可归的 有这些机会去 就是得到帮助 陈凤怡表示 台美公民协会将提供 5到50个人名额 每人300美元的奖金 那么未来希望这些学生 有教到社区服务的经验 而且计划在未来申请 两年或四年至大学 就可以在4月26号以前 到亚裔青少年中心 来领取申请表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